嘿呦 挖這個頭髮 還有包括新的職業 常見就要上線了 我現在就是常見喔 所以大家呢可以選擇自己就是想要的職業 然後可以在我們的商場當中呢 用四千八的元寶 在其中一個大家可以翻一下 我記錯就完蛋了 欸你看喔 原價四千八 大概就是三千八百四十的 就轉錢坤單 然後就可以轉職了 所以呢 如果你想要買 就是你想要轉職的話 而且呢 它是有限時間 所以呢大家如果想要轉職可以提前買一起來放喔 好了你大家想看到的地圖呢 是我們現在這個等級大會掛機的地圖 那這裡是就是我們的家族當中會拍PK的部分 之前的官方呢有分享了給大家就是掛機的地方 然後到處都是人 然後線也不是很多 有些家族之類的爭端都會在這裡產生 而且很正常的就是遊戲文法 大家玩得開心就好了 就不要怎麼開副本啊 二言三相之類的 好這裡是一個屬於很好掛機的地方 大家有看我之前的影片就是我也蠻喜歡掛這裡 因為它真的很多喔 而且常見的範圍真的很大 好了這個部分不是今天要講的重點喔 好了好了 來來來來我就不掛了 對我只是給大家看 常見技能是真的很大 所以真的那個掛機的時候 喔超級好用的 那我之前跟大家說我要掛一下福袋 本來掛999 後來說幹嘛掛999 我明明在6幅嘛 是要給大家分享一下我們的福袋到底要怎麼開 那我們之前在掛45級的福袋的時候呢 就會開到就是比如說強化石啊 像綠璇劍的強化石 還能獲得一些綠色的冰魄或是藍色的冰魄喔 現在我們在55級的部分 包括45級的福袋當時也會有密集的部分喔 但是呢我們的這個55的福袋呢 它會開到的是我們的儲縫令 現在還是有蠻多人拍不到儲縫令的 甚至像我自己的幫派 他們會跑去小幫派拍喔 我是不推薦大家去小幫派拍 因為儲縫令現在上架真的非常多 三彩首領啊 冥沙江湖啊 包括領土啊 還有家族關卡 還有包括我們現在開福袋 常開到儲縫令喔 就450元吧 特別容易活到 好我們講回來 這個福袋到底要怎麼開呢 我們幫派成員說 5個5個或10個10個 我就很常跟大家說 你們你們能不能一個一個開 他說講真的 這家一個一個開 嗯對 我看 我現在有點後悔 就是如果我這個影片一個一個拍 我拍到那個666開完 你們應該都已經不看了吧 還看不到那個結尾喔 好我現在給大家看一下這個 我們55級的福袋到底要怎麼開呢 真的是一個一個開喔 首先你看喔 而且我是用電腦客戶PC端的關係 然後開這個就很滿 如果你是用手機的話 其實一個一個開比較容易失神 像我在玩其他遊戲的時候 然後我們這個禮包為什麼要一個一個開呢 因為在你在開福袋的時候 有可能別人也在開 你一個一個開 可能會摳到那個開5個開10個人的運氣 他可能10個開出來都是綠玄金 欸看到這個可以看到碎片 然後這可以賣元寶 我看一下嗎 我一個一個開 我要給大家看一個一個開的部分喔 其實我原來不願意掛55的福袋 我是回去掛45的 可是我發現因為隨著等級升上來 系統應該是智能的 我們掛45福袋雖然就是 一樣會出冰破 但是出的數量少特別多 所以我又回到了我15集去去掛 可以給大家看一個一個看 我真的要開666個嗎 你能看完這個影片嗎 還是我開始加速 好如果你是用手機的話 其實很好一個一個開 說真的 用電腦的話你還要拉一下 用滑鼠按一下 按一下 按一下 所以 所以就是我也不給大家測說 我就不一個個開了 我們就來看看那個 五個五個 我先五個五個開 然後十個十個開怎麼樣 你看喔 來喔 看這個碎片喔 這個碎片十個碎片呢 就能合成一件我們的裝備 然後包括可以洗鍊屬性喔 如果你缺元寶的話 可以把它賣掉 至少你要保證身上有一件成裝 提抗你的整理 你看我這五個五個開 就是個強化式感覺沒什麼用 可是強化起來還是有用 沒有 我那個膽子比較高吧 所以強化不出來 有沒有 你看五個五個開 我十個十個開吧 欸 我 我的運氣真的沒有要十個十個開呢 我十個開你看 我很慘欸 我那十個開的我好慘啊 都只是這樣欸 而且你們大概沒有發現 五十五個的福袋 其實開的東西跟四十五個的 當時我們開四十五集的時候差別挺大的 就是差了挺多的 之前開四十五集的福袋的時候 還會有小幸運 然後開五十五集的福袋的時候 就是 那個冰魄已經少得可憐了 尤其現在可以鑲嵌四個冰魄五十五集嘛 新的裝備可以鑲四個冰魄 然後大家會去買新的冰魄 因為需求量變大了 然後大家開的變少了 等於價錢變便宜了 我這六百六十六是能開到比較好的東西嗎 欸欸大哥 其實我覺得他沒有辦法一口氣開耶 是一個很積累的設定 然後你看這個碎片 然後五十五福袋不是可以開到除縫令嗎 其實我覺得你看我已經開到一百多個了 我不會是健身的無敵福袋倒霉鬼吧 我真的好綠耶 我又不是我家絲絲 你看我已經開到一百六十個了 還沒有見到除縫令 你們到底是多少個是什麼 二三十個看到除縫令的 合理嗎 我就只會開碎片 綠 綠 好綠啊 我掛掛了四天啊 開才多久啊 天哪 也沒有好東西啊 你有本事就給我開除縫令啊 都沒有那給我開 所以要順便幹什麼 雖然我現在已經不需要除縫令了 但是我就想開啊 可以換元寶啊 他這些都是可以 欸嘿嘿嘿有了 我看到兩百三十的時候 兩百二十九的時候 給我除縫令 你是要用罵的嗎 用罵該死的摸摸 會有除縫令嗎 很隨便 好吧那換一句 摸摸沒有男朋友 你好隨便啊 摸摸摸跟開福袋沒有關係 這是我們的咒語喔 但你要做裝備的時候 你可以罵該死的摸摸摸 就在用家族的貢獻然後就很容易 就開到成狀 屢是不爽從開福到現在這麼多天啊 僅僅一個月的時間 然後那個什麼 如果拍慢想要拍到淺隆令之類的 你就可以唱 那個 兩隻黃黎明翠柳 摸摸沒有男朋友 哈 我今天就唱了 我就拍到了淺隆 我就升到淺隆了 這是小撇步 不要告訴別人喔 這樣別人會有你會沒有的 好我現在開到已經三百個囉 你看 武術的 武術的 這個 服袋 我其實已經很不想掛了 因為我覺得沒有東西啊 是我臉黑嗎 我一開始玩的遊戲的時候 他們在掛我就沒有掛 然後他們就問你說你為什麼不掛 我說因為我臉很黑 我現在是不是很印證臉黑這件事 又綠又黑 缺的不是碎片 就是臉冰破都沒有有沒有發現 我已經開了三百囉 對三百囉 連冰破都沒有 大家如果拍到橙色的碎片 那種碗你就拿去賣就好了 如果你缺元寶的話 良心呢 連冰破都沒有 我會不會拍65階伏袋手機想要自殺啊 喔 喔真的很綠 然後都碎片 然後就一個除縫令 也沒有冰破 喔藍色的有沒有 我真的好黑啊 你看我人物捏得那麼白 然後臉怎麼這麼黑 這個什麼東西啊 看我已經這麼多了唷 就一個除縫令 真的誇張欸 這是很晚的遊戲嘛 你連冰破都不給我 真的嗎 欸我們商量一下 妹啊我 我就不會成為劍山最黑的人吧 真的很黑呢 這也太黑了吧 喔第二個除縫令 我開到五百 六十 你給我出第二個 對這個機率 跟我在那個六幅玩是差不多 我只開了 我也開了兩個除縫令 然後數著跟這差不多 這機率有夠V87 真的 真的是一黑到底啊 最後六七個 欸我之前一個開 預抽好的 我曾經有那個什麼 20個福蛋 我開了五個冰破 超強的 你看這個 真的是不行啊 一個都沒有 已經要結尾了 你真的不給我嗎 他真的沒有打算給我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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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好黑啊 我最後十七個啦 最後七個 偷婚 好啦以上就是關於六百六十六個 我真的是講不到結尾 這是關於六百六十六個福蛋開出來的 結構啊 不知道你會不會運氣比我更好 如果運氣比我更好 可以留言給我 如果你臉比我白 請你告訴我 我想被打擊一下 好啦我是小花 明天我們就要上場見囉 還有結婚系統 希望你能找到這裡 心儀的伴侶喔 還有包括這個 新的伴侶的座騎 大家如果沒有特別認真看到的話 就是這個 他打我不讓我騎座騎 好算了不讓我騎拉倒了 好了就是這個 然後他的這個 點滿的屬性是這樣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我們提前點滿一下 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屬性的部分是屬於 這樣的喔 好啦 今天的影片就是這樣囉 希望對你有幫助 希望你比我幸運 我是小花 記得幫我訂閱 分享 按讚嘴巴 並且快點去小鈴鐺 那麼我們下個影片再見啦 祝你新婚快樂 到哪個影片 到哪個影片 我發現 我們下一個影片